哈囉大家好,我是布蘭達 哈囉大家好,我是維妮 就是我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做生活的藝術 這本書裡面就是分享52個 如何實踐美好生活的思考工具 52個也太多了吧 超多的耶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只要分享一個工具給大家而已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概念就是 聚焦錯覺 Focusing Illusion 那什麼是聚焦錯覺啊 這可能要先分享一個例子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我們現在假設一個情境哦 假設我們現在在台北 然後現在剛好正直美雨季節很常下雨 然後今天你要去上班 然後雨下得很大 然後路上車子也很多 然後你就邊跑邊趕著去上班 然後只有車上的水呢一直溅到你 好討厭 然後汗你的庫管都濕掉 然後到公司的時候你已經滿身是水 然後又滿身是汗 然後進去公司裡面冷氣又很冷 只要在樹沒錢的生活經歷嘛 對啊 好 那這是第一種狀況哦 那第二種情境是說 假設你現在住在台中 然後台中的天氣就很好 陽光不會太強 然後呢又有一點微風 然後重點是路又很大條 走起路來非常的輕鬆 假設你從台北搬到台中的這樣子的情境變化的話 你覺得你的幸福感會提升幾分 0分就是你的幸福感的事情沒有任何的改變 10分就是你覺得幸福感增加到幾乎無線這樣子 那大概是6-7分吧 OK 那書中的作者呢他們就有做實驗 平均呢大家都會覺得說 嗯這樣子的話呢應該 幸福感會提升4-6分 哦差不多哦 所以呢基本上幸福感都有明顯的提升 故事繼續哦 嗯 你現在到了公司之後 然後因為下雨關係就你不早已經遲到了 然後老闆就很生氣 然後就把你罵了一頓 然後反正不管你就繼續工作 今天呢又回了一堆email 然後下班之後呢 你一如往常的 可能到全聯去買菜 然後買完菜之後回到家 你就開始來煮你心愛的料理 然後呢自己煮的料理呢非常的好吃 然後飽菜一頓之後呢 你就想說 欸那來看一個去好了 所以呢你就坐到很舒服的沙包上 然後看了一部有趣的電影 接下來呢就準備洗澡 然後刷牙 那就準備睡覺了 然後度過了今天 那同樣的 你在台中一樣也是上班 然後一樣做著同樣的工作 然後每天回一堆email 然後偶爾也會被老闆稍微罵一下 下班之後呢 一樣去全聯挑釁買菜 然後回家煮一頓自己喜歡的料理 吃完飯後之後呢 也是一樣看一部劇 然後一樣 晚上的時候呢就洗個澡 刷牙 然後就睡一澡 那現在再問你一次 你的幸福感會提升多少呢 一樣0分到10分的話 大概兩三分吧 OK 所以下次情境的描述不同之後呢 然後作者他實驗之後也發現說 平均的分數就變成了0到2分 就是下降了 前半部呢 因為我們只有描述到天氣的部分的時候 所以大家就會很容易聚焦在天氣的這個因素上面 就會覺得這個要素很重要 所以呢 就是以這個要素來做 幸福感的頻繁 但是接著我們描述了整天的狀況之後呢 結果就發現說 那這樣子幸福感其實就沒有提升到太多 就差不多這樣子 對 所以呢作者他就提到說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時間拉長的話 剛才是一天 那如果說變一週一個月甚至一年的話 那其實天氣呢就會在我們生活滿意度中 靜靜變成一個可能可以忽略掉的因素了 這其實就是一種聚焦錯覺 其實有時候有些事情其實沒有你身上弄得那麼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將我們的焦點呢聚焦在某一個要素上面 有時候反而是高估了這個要素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然後反而會影響到我們的幸福感哦 好那我們再舉第二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下班剛出大樓之後呢 就看到一個有錢人呢 他從一個高級的跑車走出來 然後你可能就會很邪魔到心裡想說 如果我也有那台車的話 那我現在一定會變得更幸福 或者是有時候看到很厲害的廚具的廣告 然後就會被吸引 覺得說如果我有那套廚具的話呢 我可能廚飯就會更好吃 或者是說啊我現在煮飯之所以沒那麼好吃 一定是因為我沒有那一套廚具 所以我要趕快買回來 那這也是聚焦錯覺 就是我們會誤認為說啊那一台車 或是那一套廚具 只要我們有了 我們的幸福感就會提升 所以我們就會誤以為說 之所以現在生活不夠幸福 就是因為我還沒有擁有那些 看起來很棒的東西 就是我們又常常發現說 一旦我們買回家之後 好像幸福度也沒有增加很多 好像還是不夠開心 後來一時都只有一秒鐘啊 所以這就是聚焦錯覺嘛 你以為那個很重要 結果其實不是 要不然如果很重要的話 應該買回家之後就是 愛不釋熟 然後一直使用它 而不會就是翻在手拿櫃裡面 每天看它 每天報告它 摸摸它 對啊 我還忘記了耶 對 笑了死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當我們的意識聚焦在哪裡 我們的生活幸福就在哪裡 甚至可以說 我們生活的不幸就在哪裡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慢慢的 去細細的品嘗生活的話 這邊講得有點妙 因為發現 快樂真的是來自於 即將焦點放在哪裡 對 而且那個焦點是你可以隨心所有去改的 有一個人可以講說 你去買好車 你今天很開心 你會很幸福哦 但是你的聚焦焦點 你並不會被它拉過去 你會被廣告拉過去 你也不會被你的信號號拉過去 你不會被什麼網紅拉過去 你會發現它很特別哦 就是說 其實幸福可以很容易 也可以很不容易 就是看你把那個焦點放在哪裡 一秒就可以改變這事情 但是有些人啊 他可能喜歡在吃飯的時候 用一些很棒很有質感的餐具 然後每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就很開心地用那些餐具 所以呢 他生活就很幸福 因為那些他很心愛的餐具呢 他每天晚上吃飯的時候都來用 所以呢 並不是物品買回來 擁有的那個物品 就幸福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一直這樣焦點 聚焦在那些 會讓我們幸福的 不管是物品上面還是行為上面 因為如果你把物品放在儲藏室 或是放在籌廳裡 你的焦點就移開了嘛 如果那個東西可以讓你幸福 你又不關注它的話 那你怎麼會幸福呢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去用它 對 你才會持續的幸福 對 接下來呢 我們再舉第三個例子 我們常常呢 也會將焦點 聚焦在金錢上面 如果說可以變成億萬富翁的話 肯定會比現在幸福 對吧 對 對 OK好啊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看有錢人的生活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來看看巴菲特好了 巴菲特是屬於屬於有錢的人 對吧 好 那巴菲特他過了怎麼樣的生活呢 一定很棒吧 巴菲特的生活呢 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呢 都睡在一張普通的床墊上 就跟你我一樣 那巴菲特他所買的衣服呢 也是一般市面上的成衣 也是跟你我一樣 然後他最愛喝的飲料呢 就是可口可樂 他的飲食呢 可能沒有比一個學生 更好或更健康吧 我還以為他都會喝什麼 高級美酒耶 他每天工作使用的桌子啊 和椅子啊 也是普通的款式啊 然後他的辦公大樓 也是一個很單調普通的大樓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工作了 50年之久了 那唯一一個小小的不同點呢 就是巴菲特呢 他擁有一架私人的飛機 那我們呢 要出國的話呢 只能當經濟艙 人出國又很好看 但是我們有多少時間 是在經濟艙上面 一年沒幾天啊 所以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 其實跟巴菲特不會差太多 但是呢 我們卻很容易聚焦在我們不同的地方 然後顯得我們好像很不幸 為什麼我沒有私人飛機 像我們現在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也蠻規律 蠻簡單的啦 我們住在旅店嘛 然後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呢 床墊就非常舒服 連被枕頭都很不錯 然後睡得好幸福喔 對 然後我們又不用自己換床單 不用自己打掃胃浴 然後又可以在明亮的大廳辦公 飲食方面呢也是簡單 就是不要讓自己吃太沉 然後早餐就是吃旅店提供的 然後工作就是寫文章拍片嘛 然後可以分享五觀點給大家 跟大家有所連結 那這就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 謝謝大家 對 然後呢工作累了我們就做個瑜伽嘛 或是出來走比走啊 去看個電影啊 或是去書店逛逛啊 晚上呢就在舒服的棉被裡面看個漫畫嘛 然後就睡覺 所以理想生活其實真的可以很簡單 就很豐盛嘛 就可以很開心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舉第四個例子給大家 好請問你覺得 兩週的假期跟一週的假期 哪一個比較好 當然是兩週的啊 為什麼兩週的比較好 比較長啊 比較長可以怎麼樣 可以休息比較久可以玩比較久啊 那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我們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連假是六天 有時候是長達九天嗎 你記得哪一年過得比較開心嗎 你記得哪一年過得比較開心嗎 是六天還是九天的 我會記住啊 我會記住啊 我會記住喔 我們通常會記得哪一年比較開心 可能會是 某一年跟家人去日本玩嘛 或是說某一年你可能去 參加了一個漫畫的國安會 或者是說 有一年呢 一口氣讀了十本書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有沒有發現 會讓我們記得開心的 獲得幸福的時候 都是因為我們可能做了什麼 或是我們跟家人朋友在一起 而不是時間的長短吧 就在你剛才我這樣問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當然是越長越好 但是其實反而就是聚焦的點又錯 就是我們常常跟大家講說 就是那個 到底真正的核心問題在哪裡 就是人類是這樣子 對 就是你把問題 或交點放錯位置之後 那你可能就會很容易不開心 或是覺得不幸福 所以我們常常說 因為廉價只有六天很難過 或是廉價只有九天就很開心 然後就被這些外在的事情 搞得情緒起起伏伏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聚焦在一個 其實我們不用被它影響的元素上面了嘛 所以以上這四個例子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真正可以讓我們幸福的事情 物品會是什麼 只有我們持續的去聚焦 以及去使用那些 我們覺得真正會讓我們感到 幸福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能會變得更幸福 或者是說 我們持續的去進行那些 我們也覺得很重要 會讓我們感到開心的行為 跟事情上面 譬如說跟家人相處啦 運動啦 你的創作啊 拍片啊 或是享受自己喜歡的 閱讀時光啊 娛樂時光啊 興趣愛好啊等等 盡可能地花更多的時間 在這個上面 而且必須要持續去做 然後呢今天可能的 不要聚焦在那些 我們不喜歡的人事物上面 因為都不喜歡了吧 還聚焦在上面 對 就會讓你自己更不開心 對 所以現在就把你喜歡的物品 拿出來用吧 然後開始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幸福就在那邊 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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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